前文再續就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 運葬圖他們去了太原之後 秦府報政史的人就開始玩他 請他吃飯偏偏沒有位置讓他坐 唯獨有一個官員就說 為何運大人沒有位置坐 秦府見到一個官員這樣說還討厭他 他說你的死多嘴怪話 日後我將來的官員免了 第二天開始正式檢查報政史夫婦 報政史就依然叫運葬圖一一清那些銀 非常認真 結果每封每頂銀都不見少一錢 檢查好了 那個運葬圖就累到滿頭大汗 口都乾了 一眼看到一個秦府拿了一杯茶 笑口會迎迎過來 而且還聽說大人辛苦了 運葬圖就笑口迎迎準備摺一杯茶 哼 怎知他秦府在他面前走過 原來杯茶就遞給旁邊的慶城 慶城也不客氣 拿個杯茶 唉,真好吃 慶城就說了 運大人結果如何 運葬圖又說 苦苦充盈 不少一涼一分 那好,我們回館 怎知報政史走到慶城面前說 大人勞累至此 為什麼不吃餐便飯 下官已經為大人敬備搏走 應該前往庇庫一聚 慶城就說 啊,怎麼可以騷擾呢 若果有人說我等受他食請 我怎麼擔當得起啊 我不是這麼說 大人葉已查過 已有結論 下官才請至府上 且你我童年 若不到辟府 又不負人情尚理 那就是 應該到府上拜望的 報政史一聽就說 嗯,如果你肯去的話 真是讓大鵬逼生輝 秦府大人 不如你也一起去啊 秦府就說 哈哈,我正要騷擾 報政史一聽 對運葬徒看都不看 對著慶城秦府 作了兩位一筆說 兩位,請 幾個人就要去啊 唯獨沒有叫運葬徒 運葬徒受到這等侮辱 又不變發作 唯有對慶城就說 侍郎大人前往 本官回館 慶城嘉嘉伊就說 哦,那不好 何不一同前往呢 算了算了 身體微弱 不變前往 這樣啊 這樣也好 你回去起草奏章 我可能回到遲些 你不必離開 免得我回去找不到你 誤了給皇上啟奏啊 運葬徒就沒有聲出 自己就回到行宮去了 慶城在報政史宮裡 化天酒地 這個報政史掌握一省的錢糧 最有實權 秦府總督雖然是他上司 也不駁他 也沒拉攏他 有時反而巴結他 府中報徒當然是豪華 也都必然養憂處齡那些 又不再說了 到晚了 報政史獻上美女 所以 開心到他慶城在那裡 一定要留縮 而且一年幾日 不出府門 再說運葬徒自己回到宮裡 也沒有人跟他預備飯菜 身邊的徐蟲 個個都叫苦連天 運葬徒唯有自己銀河包 自己吃苦還可以 不可以連累那些徐蟲 那些徐蟲都知道運大人受委屈的原因 個個都勸大人不如回京吧 跟著說 查什麼查 人家都準備好了 你查不就得過查 那便連徐蟲也踢出其中的機關 運葬徒怎麼也不知道 唯有對著蒼天長嘆幾口氣 耐心憤慨 但又無可奈何 這人想起自己起奏一時 真是幼稚可笑 於是再向皇上起草了一個奏節說 所查婦婦 他到充盈無愧 神實是妄言暴風捉影 請准神還經 至神之罪 那將檢查婦婦的細節都寫好 等那個慶城回來看過 沒有事就送給聖上 怎知一年幾日那個慶城都不回來 這一天 他剛剛想出去 那怎知那個侍衛過來就說 找大人出去 若慶大人來尋不見 豈不誤了正事 大人應在此等候 我想慶大人都應該回來了 運葬徒一聽 心想 豈有此理我出去都不行 我只是被軟禁在那裡 但又不可以對士兵發火 只有回館 這陣子突然間聽到門外有叫聲 吵雜聲 運葬徒出門一看 見是侍衛和另一個人爭執 那個人是軍官的打扮 見到運葬徒出來 馬陣走過來抱權稀收說 下官乃阿貴將軍所顯 阿將軍秦何至此 讓末將突離請大人一聚 運葬徒開心就說 快走 誰知那幾個示威走上來阻礙說 不等奉命示威運大人 若有閃失 我等如何交代 運大人斷不能前往 軍官一聽就火滾了 士兵們 將他們趕開 接著就不再理這些示威 帶著運葬徒出去 因為是阿貴所請 那幾個示威呢 也真的不敢動手 隨著他們去 見到他們走了 便馬上去報政史報信 這陣天寒地凍 漫天落著鵝毛大雪 阿貴就受了乾隆之命 走來試測黃河 黃河冬天被冰林凍住了 每年春天上游冰化 水洩不下 很容易造成洪災 所以在冬天裡 有查清水位 以及冰凍的厚薄 必要時要派兵把它打爛 阿貴本來是將軍出身 他也不喜歡那些地方官員 所以他來到 即是在河岸那裏摘起營帳 現在聽說運葬徒來了 馬上出營帳門口迎接 兩人見面站在那裏 四目相對狗狗不語 入到營帳裏面略顯溫暖 阿貴和運葬徒兩個人把酒對飲 內心都感慨萬千 阿貴說 這黃河如冬即風 非人力可以改變 乃天使然 運葬徒說 若果任由這黃河冰風 不趁他兵勃的時候搗爛他 其禍大義 祝我掩抹一切 我都明白 若天要風動他時 誰都阻擋不到 你回京之後 我向皇上替你說情 你且等待等待 之後等到明春天暖 黃河水才可以兵庸風解 他兩個人說話都是話中有話 當晚運葬徒就露宿在阿貴那裏 第二天 兩個人站在黃河岸邊 果然見到那黃河千里冰風頓實韜韜 好像一條翻騰跳入一個巨龍 被凍僵了在那裏 運葬徒告別阿貴之後 拍馬回去太原 他見到慶城運葬徒就說 此地區已查過 苦苦並無窺空 我們回京去 怎知道慶城就說 來是皇上有命 要我們聽皇上召令才能行動 現在就節剛剛交送逆史 怎可自由主張 於是他們兩個仍然滯留在山西 兩個在山西一路盤查 那些直帝山東早已民風移動 兩省的商人小民的工作都已經做通了 直帝州、芝州、劉寶紀更為賣命 一向一向走 把那些百姓商人召集起來開會 偶然有幾個稍為不多老實的商人百姓 劉寶紀把他們抓起來 去城裡的鄉下游了一番 然後把他們的頭砍下來 掛在城牆上 有些在鄉下掛在高谷的旗桿上 於是那些商人、夫婦 死都願意借錢給官府 並且把利息都奉獻給國家 國家利中以徵容多久就用多久 山西太原城裡 兩位陰差大臣接到乾隆的御子 叫興城帶著韻壯徒堆植帝盤查 植帝過後再去山東以及江南查 這陣韻壯真的叫苦連天 他現在早點回去京城還查什麼 現在他知道什麼叫騎虎難下 查過直帝報政史婦婦 而且幾個軟婦的婦銀都沒有虧空 興城說 既然所查婦婦中銀兩都不虧空 我們都不想再查了 但是雲大人曾經說過 雙民都皺眉輕嘆 我們還是要深日黎民 白姓中查一查好 於是兩個到大街上一戶一戶地查 誰知道白姓都說 如今皇上聖明天下太平 我等生活負足 只願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一家這樣說 十家都這樣說 慶城開心就說 如此看來 雲大人所就 想像居多 一難貴皇上不滿 你怎麼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 把紅的說成黑的呢 雲壯圖哪有話可答一種 嗯 剛剛這陣 聖子有道 乾隆如約 命運壯圖拒咒 見圖中雙民 皺眉輕嘆否 運壯圖跪拜摺子之後 馬上皺上死好的皺節 皺然 每日只見雙民樂業 絕無皺眉輕嘆情事 無過幾日 皇上又來照遇 並叫慶城責令他回答 必須指實二三人 絕不能含糊之誤 絕不能推躺掩飾 糟了 是要找兩三個人過來 運壯圖哪裏答得出 唯有一個請皇上治罪就是 那皇上又命慶城等人到山東江南檢查 這陣運壯圖再沒有那份豪氣 唯有聽憑慶城去檢查 有時候一味就炸自己有病 到了山東 先查博山苑 這個慶城 先到韓大法庭院浸去溫泉 一浸就幾日 那蕭欣的小妾 經過韓大法的調教 哈哈更非往日可比 不單止周身都是滿圓 春色關不住 更有一枝紅橫出場來 他的手法 推拿拍打 點油桌 捏摟咬等等 無不妙到巔峰 慶城幾時受過這種款待 當然那個女人的腳 點踩輕游 建議使他燒暈 慶城燒暈之餘 搖頭暗笑說 唉 天下有幾個像混狀圖那樣的傻佬 他現在想再討好皇上 皇上也不想理他了 哈哈 哈哈哈哈 難為一個混狀圖忍受著折磨 每到一處沒有一個官員理他 也沒有一個官員看得起他 即便有一位的目光 和他的目光無意中碰在一起 無意相視 對方的人都快把眼光移開 他去到大街上 那些商人百姓見到他 好像見到癲佬一樣 避都避不及 在混狀圖陷入了極度的孤獨之中 更讓他的靈魂感到震撼的是 老百姓真的以為他是個傻佬 因為慶城等人 見這個混狀圖已經漸漸成了斷了背脊的狗 對他也放鬆了監視 混狀圖這一天 走在薄山遠城的大街上 在一個酒樓裡面坐下 剛剛喝了兩杯 就聽到隔壁桌上有幾個人在這裡議論 喂,我也不明白 混狀圖經是這麼大的官 他應該明白事理 怎麼可以頂撞皇上 那個人說 那倒是 皇上八十萬大壽 搞慶典而已 有甚麼法子不隆重才行 有人說這個混狀圖 尊牛角戰死牛一邊頸 那邊那個人說 他們真是愚蠢 說帝國無所謂 他說皇上不是 真是嚴命長 真是瘋的 混狀圖聽到人們這樣說 唉,熱淚盈康 他徹底崩潰 除了慶城 你說怎樣怎樣 唉,沒辦法 慶城從山東一路又查過去 一直查到江南蘇州 到蘇州 什麼傅優獅子林 寧岩寺 天平山 華山 香雪海 等等那些 原林游了一次 這陣經是乾隆五十六年的春天 蘇州進展無微的風之 迎接這個北方的陰差 這陣蘇州已經有五十幾萬人口 全國各省 現在很多外國的客廂就混集在 各種珍其應有盡有 慶城就跟這些客廂終日盤行 有一日 石遠梅就來拜見慶城 慶城趕快去公營 誰不知石遠門的大名 石遠梅還沒開口 就把兩顆石大的珍珠送給慶城 慶城一看就說 我聽說和尚我好吃珍珠 這兩顆珍珠如此之大 不如留給上爺吧 石遠梅說 你放心 我已經比上爺採得更加充足了 大人你笑納就是 大人既是上爺所顯 你我就不是外人 彼此應該親切點 你不必客氣 你那兩顆珍珠 你收了它 還有啊 我近來還想做一些絲綢上的生意 有幾個外國的客廂 手裏面有名貴的珠寶玉器 還有一些奇巧的鐘標 以及其他洋貨都很搶手 我想將它們全部賣下來 但是銀子多數就收了珍珠 手頭還缺點錢 還想向互報借些 不知如何呢 慶城就說 這樣啊 國家銀兩現在吃緊 一向向雙架借出的銀子極多 但收回就不能盡數 不過對你嘛 互報還可以拿出一點的 和大人那裡 可以先請示了 石遠梅一聽就說 我絕不會虧待大人 利息方面 還請大人照顧 這個好商量 只是一定要按時交還 你放心吧 我做事什麼時候有半點差錯 大人 緊請放心 於是晚上石遠梅 就請慶城到了虎丘梅花樓 當時全國的妓院 就以北京、揚州、江陵 江陵即現在是南京 還有杭州、蘇州、廣州、寧波最出名 其中又以北京的八大胡同 廣州的珠江畫房、蘇州、虎丘 江陵的秦懷河最出名 虎丘梅花樓的出名 是因為這裡最早平定名記高下 乾隆的時候 一些名士文人 在這裡的花牆進行選美比賽 評出了狀元、榜眼、探花三頂甲 及二十八宿 順之時候 有個審體文因為做這事 被處以極刑 但當乾隆末貴 這件事就大張旗鼓了 石遠梅就帶慶城來了虎丘梅花樓 為慶城點了位狀元妓女 你知道蘇杭的女人本來未受貫天下 而眼前這位還要是狀元 慶城見到眼都鬥雞 你只是覺得 使石遠梅的錢沒有什麼慚愧 因為她經由借給石遠梅一大筆錢 利息又很低 石遠梅招呼自己 豪應過 好了 她又風流快活 混狀圖又怎樣呢 嘿嘿 慘了 肉之厚師如何 明天再說